或者这些行业不是主流的行业的时候 往往是一种牺牲 刚才说的入大学已经是这么低 只有18%或者十几个% 台湾、芬兰那些100%都入学 当一个大学生出来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找一份工作是比起一个平均更低的时候 你叫那些人为何入行呢 他这么辛苦打赢了那百十几个人 然后你叫他赢钱更低于那百十几个人的时候 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决定 你会令到一些有智 或者令到一些有技术、有知识、有创意的人 是会打退堂股不走入这个行业 而走去一些主流的行业 例如finance 或者一些比较主流容易赚到一个 比平均高人工的一个行业 这个正正就是刚才说的生活成本 和政府的推动力 和它根本上没有创造一个感觉 或者刚才说的归属感 令到人们觉得你在香港做任何一个行业 只要你有贡献 其实都是一个很有地位 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很重要的一份子 但其实没有 刚才说的如何打破这些阶限 或者一些阶级 或者一些不公平 或者一些犧牲的元素 其实说的是你的生活成本如何平衡化 譬如如果有人愿意发挥他的创意 投入很多艺术界的人 很多人从事艺术界 或者做一些创作写作的人 其实是很惨的 即他不断地日日 可能他写作那些 可能不断每日要写很多东西 但他的收入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OL的收入 一个office的一个admin的收入 但他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全香港人 甚至乎全大陆的人都会看的东西 但他付出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他换回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比一个正常 普通翻招九万五的一个worker的人工 生活水平还要低 可能是住一些劏房 或者是不断接freelance 有时是无事做的 然后去维持自己的创作 然后又要自己付钱去出书 IT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公司是需要IT的 但可能他们就会用一个外配的认识 然后禁价 即价低者得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补贴 政府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援 如果我看到可以做到的事 其实都是回到全屋那裏 政府推出这个居屋再埋居屋 其实他只不过将生活成本降低了一点 将每个人的收入的带位 依然都是放回住屋 只不过是放少了 他大部分的支出都依然在住屋